市长陈其迈前往内门区三平社区关怀据点视察 并与长辈们共同进行团康互动 品尝在地美食 陈其迈表示 市府致力于拓展社区关怀据点 目标设定四年内增加至650处 这个社区关怀据点 现在到今天514个 目标四年来要10到650个 希望我们这里中部的社团要看平台 我们这里有公车室小房 还有我们这里吃饭 我们这里中破山也在这里做鱼缸 我也希望因为我们来问 我们65以上中部的社团 占百分之21%比起来很大 这65月 65月 不算劳 因为我今年5月9月 我来参加我们三平米的社区关怀据点 对不对 陈其迈致辞时 提及台86线延伸至内门 内门动物园等建设 高雄更积极配合中央政策 推展社区化预防招呼服务 广设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所以我们在来问这里很多建设 大家都非常关心 包括台北一六三 现在在来要延伸到我们来问 这个今年就会通过 这个我们华保署的心扎 开始明年就开始几月 那我们的东方 明年就完工 这个是开差不多三億三千六百多万 大大小的建设 你们都不用烦恼 就我们的父母和议徒 我们来问人有点厉害 一算就都算两个计划 这人没这个 但是议院的所谓 照人口 彼得 iyi Guys 它将相 LORD 特ак家计创 Senator Christie 所以我也要感谢 议会 para hulledure 康议长 reform 和他的议徒 每个来ados Isaiah 和我们这一等 跟这个律师 和你们照顾得有好兄弟 我要表示的感谢 陈其迈随后与议长 议员跟长辈们品尝那份走路CP 八宝丸 熔岩甘茶及花生糖之余 大家一起开心合照 陈其迈不忘提醒长辈们 记得接种疫苗 提升抵抗力